问题是DDT还是要经过天路 然后他在着急忙慌之中呢 摔倒了 在这种地方摔倒 你还敢裸服 你至少也等烟起来尊重一下吧 这也太随意了 这是真正的人生过 哇 贴了呀 这肯定贴了呀 虽然有时候天路的攻防并不能 高兴感觉这个武器的配置上 也没有什么可以整活的地方 基本上就这样结束 甚至都不用近身 对 结束了 哇DDT 看到了 合不了了 哇 这个空头把女外被害惨了 但捡空头的人还没有被发现 藏一下藏一下 我身上有财宝 我不能财富不能外露 哦呦这里马路中间都在打 天梅反其还有两个人 来了我6.5战神马云龙 已经在拉侧身位了 马云龙打了两枪 AZ AZ打了一个半 他关键干嘛呀刚才 刚才直接拉枪有机会拉掉的 但是整体是胜利的 整体是胜利的 哎小北 小北在这里 刚好一个角度 因为他刚好路过 他听到了枪声 也是 但他也不能多呆 因为DT在抽他 我刚说 这小北还是 他的这一点点小分数 但是如果说他路过不看一眼的话 导致不多人 我觉得是我我也得看一眼 不可能不看的 也不能完成怪小北 对吧 这战位比较分散 马上支援的后续的人就要来了 头线 嗯 哇 这个感觉你 Pick这个多样性一点啊 对面没有 我想待不住哦 得翻进去 高打跌 来二打了 几五 你这个架枪有点虚空了吧 稍微拉近了一步 他拉近了一步 好 进点 菠菜 Pick up 这个性感一趴直接躲避 起舞这波爬射就很重要 陶玉这里也有一个击倒 击倒Lemon 2-type 嗯 感觉 墙声也吸引了 其他的队友过来看一看 对 GFI其实刚才就有抽那个围墙外围嘛 但是后面人翻到围墙 知道他抽不到 他就拉近了一点 收得到 GFI的队友的强险都在另外一边 他就一个人 嗯 停车位置真的选得很好啊 天璐 是的 GFI完全没有办法帮助到Summer 是的 今天天璐拿到了初级攻防 教程剧本 就是攻防房子里面都只有一个人 哇 马东西 感觉身位露的有点多 是否是直接被I7顺秒 两把枪的火力 让它上身位露的有点多 是 直接被秒了 ACG把这个过点很难过 对 真的能贴过来吗 哇 打一个啊 这一波火力车但是被雷接住了 有一个提前雷 天霸刚好接受南部位置 爽抽 这支援官两个人瞬间送了 是 防区里面马哈巴哈的位置还是被I7记忆住了 所以过来排点感觉也是时间问题 永远甚至都拿到了一个头 嗯 马哈巴哈被发现 倒在了门口 现在外面是待不住的 南边有天霸仇 北边有4M仇 所以这个房子里的IC反而还火 这些人留了零数一个 是 采取了一架三冲的阵型 来了之后 这些第一器可能会接受天霸的位置啊 天霸这个时候得赶紧把房子清了 就要进房 小唐这离幻一倒在了房区外面 还不错 啊 17刚才是扎了一波城 17本来在跟Pero是绕同样的方向 但是17现在已经扎成了 这就说明他速度太快了 可扎 我就说过DT他会站刚才天霸站过的位置 所以天霸在外面是特别危险的 天霸打得太投入了 然后 七七那个位置一倒也有点拖节奏 是的 主要是崔七这把枪 如果不活动起来的话 对天霸来讲 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七七一颗雷倒两个 现在今天只有一个人 两个人都是喷子好像 嗯 先扶 也就有冲防的空间了 嗯 七七也是被远方的枪线压制 进来一换一 人是锁的 关门 开门 这个门反甚至卡了一下 走位 对主要不是满血 对 就是 还有一个妹妹扶不了 嗯 近点可以扶 DT外面抽了 抽了一个 是4M来自Y城的枪线 现在北部站不了 DT可以贴南边 因为南边没有人了 只有只有他一个队 一个雷 炸倒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 还是这个喷子 补掉 哎 一打二 你别说 爱奇不会最后 哎 这个 有点粗糙 哦 是被 没了 永远给 是的 抽掉 永远没给他机会 驾得很死 这个地方 是 这个 难易度 是的 哦 这个 三难易车啊 很好 已经是 先倚掉了一个玉 阿同摩 天路不是所有人都在这里 郊阳在北边 看起来是GFY把 天路给包围了 一个半圆形的枪线 对 基本上全没了 这 天路跟 GFY是不是第一把也打了 刚刚第一波打了 我们当时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他今天的 他这第三把的攻防全是一个人嘛 就打了Summer嘛 嗯 你说的是第一把是吗 对 我就说TSG正统在 哦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天路获得了胜利 咋现在改变说辞了 对 正统其实在GFY 一人一把 一比一 一人一把 是的 一比一一比一 这什么奇怪的恩怨情仇 来看一下城内吧 城内反正到最后一定会变成绞肉机 排手直接以数量取射 哇 这对下面对过 小心他之前在R城倒过一次的 这二倒得救 周平岩倒了 还得是AZ哥呀 AZ哥 今天正面打团基本上都是一个起步 哎我背到烟中间再扶你想不到吧 这就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吗 但是他真的不安全呀 他脑子里面只有女爱皮一个对手 他忘记了旁边还有个SMS好像 是的 我AZ这好帅啊 是的 这样子AZ这一把打船起步打一个半好吧 掉线了一个 平岩掉线了 你没发现他一直在原地 他而且奶奶倒还不是 不是AZ打的 我AZ还一直喷了一个人头 然后他发现了掉线的周平岩 我的个鬼鬼 周平岩要砸砸桌子了真的 乖 已经在楼下了 这蹲看谁先主动 都不想主动 因为是个时候谁冲谁就是大傻子 有没有来一颗聪明闪的机会 来了 里构斯的来了一颗聪明闪闪到了 冲锋进 好一枪解决 这个时候投注就很重要嘛 没有投注的话 真的谁冲谁是大傻子 这个楼 这人不在 是的 但人在下面啊 跳下去了 刚跳下去了 是的 避开了 小鬼倒了 他会倒在蓝圈里 那救不了啊 嗯 另外主战场这里 刚才王哥回撤不是很及时 嗯 不过 补枪的枪先 圈 现在圈里面只有XLG的拼图楼 它有一个角落是在圈的 不然就要到外面的围墙了 就没有房子了 龙龙拳倒 还有时间 啊 风风这个埋位没想到啊 王哥 二斗 王哥已经没了 是的 那救一下龙龙拳 不救好像打不了 但蓝圈要来了 时间很紧迫 啊 对 就是 救不了了 救不了了 救不了 永远选择了 听到了 行动 蓝圈来了 是的 时间不够 XLG是很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的 就是靠刚才风风那个位置一直去拖一直去限制FWM 对 拿时间去做 太多了 苏九好像没要 围墙听到了 一个折角 雷 嗯 是被GFY那边抽掉的 这雷还是炸了点伤害 信息反正也知道嘛 是的 XLG 这个枪械很有威胁 这个体验枪 非常漂亮 但是小萱这个位置混到了烟里 三打一 三打一 基本上是全员限弹枪啊 是的 两边都在攻防 南部北部 嗯 我也是猜错了 但是听到了一点动静 现在问题就是南边打一个 还有一个 宁甲 宁甲倒 还有一个天弟弟 这波XG四冲一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嗯 感觉 Groza也很难处理这一波 哇 那这把Groza甚至可以到XG手里 是的 呃 南北部攻防打完之后的话 大家是不在圈 XG XLG是一个战场 是的 哎 会冲吗 考虞对倒一个 呃 这里他应该更想要GFY的位置 我我感觉 他有一辆 他只有一辆车 反正多一辆车有可能要选择冲了 而且主要 他更想要GFY的位置 GFY人还少呢 对 而且那边枪线烟封 封好了以后 XLG也不可能拉过来打了 刚好倒了一个 继续往前走 9要打两个 AK修正完毕 最后打了一枪头 SMS拿下了这个反鞋 有反鞋 但是小心XCG可能会来 但XCG应该也是迫于 本来自己只有一辆86的 上路了上路了 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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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架 有人移 打两个 哇 怎么重复成功了 选对击到位 SMS找一个 还没打 是的 现在7-5还有半血 结束了 被打干净了 先4打3 但是问题是SMS还没有调整站位 哦 他这里全部都没有掩体 XLG最后一个4打1的局面 考虑也被秒杀 这把XLG八个淘汰 先回来 G